新门泛船案第二轮谈判还可能吗 尤其民进党表示这艘三无渔船 无船民无船及港及无船舶证明 海巡本该依法执行 是陆方代表和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 双方才会破局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痛批 民进党才是真正的三无 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 来拖延问题解决 他们才是真正的三无 无情 无义 无礼 强调要先看到台方有诚意解决 才有可能再重启谈判 金门泛船案扩及到惊吓海域纷争 两岸敌意螺旋上升 国防部长邱国正立愿直询时 自曝两岸已濒临动物 每天都提心吊胆睡不着 唯有民进党当局放弃台独分裂立场 停止勾良外部势力谋独调性 才能让包括军人在内的台湾各界同胞 过上和平安宁的好日子 除了惊吓海域冲突 侵律的百万网红周明轩 日前独自到北京和上海旅游 夸赞大陆的言论 遭到网爆 我要强调的是大陆不可怕 制造信息减凡 抹黑大陆的人才是真的可怕 而针对今年大陆两会上 从港媒到外媒都分析 大陆涉台力度变大 不断强调和平统一 大陆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还拿掉了和平两字 陆方也重申立场 由于近期再度传出前总统马英九 要再带台湾年轻人附录 陈平华没把话说死强调欢迎 并表示双方有来有往 也是和平的象征 记者令新鲜言配于北京采访报道